在南投埔里鎮的五公里 大概有二十多戶的民宅 分別是受到土石流 還有落石泥流的波及 將近十輛車子到附近露營 他們受困了一天一夜 最後是在挖土機的協助之下 他們脫困了 大雨不斷 居民就守在自家門口 擔心土石流衝進自己家裡 平時通行的道路 現在全都是石塊 巨石斷樹橫擋路中 泥沙碎石也衝進民宅裡 黃河色邊坡的土塊大量裸露 泥水横流就像天堂路 居民和遊客都嚇壞了 過了中午以後 大流雨那時候就整個山崩 山崩之後我們在現場 就是有理名說 都是黃泥水 我過來看的時候 就看他土石流 這樣子直接下來 被土石追著跑 所以就是很危急 那超過一個小時之後 就這個樣子了 所以剛才那幾台車都是 錄影困困出來的 錄影困困就應該 才不會有受害到 人的這個浩尾 應該有受害到 怪手不斷在民宅前 還有道路上面清運十塊 普里鎮五公里總共有二十多戶的民宅 分別受到了土石流 落石泥流的波及 還有將近十輛車則是到前溪橋上方 去露營的遊客 受困一天一夜之後 在挖土機的協助之下 終於脫困 記者魏少宇李永勝 南投報導